第二十二章 生命水和生命树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以后再没有就座 再成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 日光 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遵守这书上预言的又福了 天事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主就是众先知 被感知灵的上帝 差遣他的事者 将那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仆人 看那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又福了 这些事 是我若看所听见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 苦福要拜他 他对我说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 众先知 并那些守借书上言语的人 同时作仆人的 你要敬拜上帝 想佛在主 主必报应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近了 不易的 叫他认咎不易 乌畏的 叫他认咎乌畏 为义的 叫他认咎为义 圣结的 叫他认咎圣结 看那我必快来 想佛在我 要照各人所行的 报应他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梅家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那些洗剩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可得拳并 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重换进城 城外有那些犬类 行邪述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并一切喜好 说方言 偏造 去方的 我耶稣 差遣 我的侍者 为众教会 将这些事 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为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神圣 圣灵和身负都说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渴 境界增减这书上的预言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我 上帝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 删去他的份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门 主耶稣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尚与众圣徒同在 阿门 这种情报 一次 阿门 这种情报 封印封 那这种情报 这种情报 这种情报 十分之一 这种情报 还有 这种情报 这种情报 也学出了 的情报 也在此可知